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六年九个月二十三天 一千条博文 王一博的路走得坎坷又辉煌 不久前 王一博的无名官宣了海报 王一博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自己与梁朝伟老师的海报 海报中的二人侧身而立 黑白质感更显高级 有粉丝细数王一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文章 这是第一千条 第一千条博文 王一博发了自己的电影无名 这是博纳纪中国医生 长津湖后的又一大立作 是和影帝梁朝伟一起拍摄的 那么 往回数 时间到回六年九个月二十三天前 王一博发了第一条博文 又一个不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春节就要到了 Just a little set 配上了一张在韩国夜晚的街上 一个人孤独的背影 那个时候王一博大概18岁 依旧是在韩训练 每天的日子究竟有多么难熬 就连度话都说 他是少数坚持下来的人 一个人在孤寂的国外 忍受一切 只是为了出道 年龄最小的他 可想而知需要忍受多少 出道了 没多久就遇上了现韩岭 事业更加停滞不前 没有通告 所以在得到天天向上这个节目 常驻主持人机会时 他才会开心的告诉粉丝 我以后有工作了 由此 他的路开始走平了 大话西游人间至卫士清欢 让他被小部分人所熟知 要是他的人生就是这样主持和不温不火的演戏 恐怕他最终会从娱乐圈跑路 去骑大摩托了 毕竟 那时候的王一博对内宇可有可无 但是 陈情领蓝忘记一脚被王一博三次视镜争取到了 即使当时没人知道 这剧究竟能不能播 他也奋力去尝试了 结果自然是超出预期的 王一博火了 火得一塌糊涂 现在是内宇需要王一博 而不是王一博离不开内宇了 与周迅 张子怡拍杂志 与刘德华上春晚 与周杰伦合拍广告 与王力宏和畅龙的传人 与梁朝伟合拍无名 这是24岁的王一博做的事情 而距离那个无法与父母过年 独自在外的时光已经过去六年九个月二十三天了 从当初的记忌无名到现在的无名 王一博的路走得从来都不顺畅 组合无法合体 经济公司不作为 大火后就有八天八夜的大黑 被私生逼的换号码 比赛遭遇黑手 他的确不够幸运 但是 他的成就足够辉煌 训练五年 初到六年 打下了他坚实的基础 所有的舞他看一遍就会 所以他成为了街舞的冠军队长 靠的是实力 台词不好 就摇笔训练 所以在风起洛阳中可以自己配音 没有时间训练车技 却仍能拿下冠军 遭遇对手物意碰车 却能站在粉丝面前一力承担 于是他有粉丝 有流量 有演技 有实力 有商业价值 得到这些 他用了六年 但也可以说他用了十一年 他如今的成就可谓辉煌 当然 若是他离开了内娱 还有街舞圈 摩托车圈 滑板圈 魔术圈 他真的很优秀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